昨天咱们用三种眼色画了熊猫滚滚 今天继续三种眼色的快乐 超搞定好三个点 连接以后就是小熊猫的身体 我看它挺像种子的 就叫它种子熊猫吧 拿出橄榄绿涂上背景 丝滑的成功不亚于用口红画画呢 哎,哪天试试口红画画呗 会被妈妈打不 大家注意必须要先画耳朵 这都是宝贝经验 这是昨天画滚滚的时候剩余的颜料 再碾碎几下还能用 看过我画迷你小动物的吧 都知道我是比较勤勤解约的 嘿嘿 碾好后挖一丢丢 来画小熊猫的后脑勺 再换个剪头刮刀 搓点纹理 就会有熊猫毛发的感觉 重复同样的方法 再搓搓熊猫屁屁 还有黑色部分也搓一搓 学会我这个方法 你就能挫除了一只小熊猫了 放大看看细节 你消费了吗